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210连武神坛的小赌赛第五轮的比赛 关键方珍宝和对面生日快乐 双方都是上的一个五宝灵啊 五宝灵打五宝灵 没办法,因为生日快乐这一连的话 也是选择带了一个天机城嘛 你如果贸然上其他阵容的话 有一出一队天机城的威慑力还是满足的 尤其是当你可以搭课的时候 就比较的麻烦 所以郑宝阁这边也为了保险起见啊 还是选择上了这么一个五宝灵 女儿盘司武装化身配合咒识 看了一把鸟 那对战方的话就是盘司武装天接 配合化身加咒识不多 鸟阵打鸟阵 关键方这边速度全拿 就目前来看 关键方是一二三速全拿到了 毕竟关键方这边变的是三个大花卡 对面变的是三个猫灵卡片 就卡片上面 关键方是完全碾压的 然后呢 再加上关键方是带的女儿村 你带的是天机城呀 速度方面你还是吃亏 对面要直接来一把逆经了 逆经成功把紧箍咒解解 因为你当你没速度的时候 这么一个紧箍咒对你的威胁就特别的大 对面普多山也无奈 选择去补灯了 就他一会儿就没法来咕关键方 因为关键方一二三速 有这么一个速度的存在 就关键方放弃 金钦啊 罗汉啊 罗汉不需要啊 但是最起码放大特技啊 基本没什么阻碍 岁月再控 你就说这个天机城嘛 那关键方是一个打蓝盘丝嘛 我天机城 你速度第一是你速度慢 第二是呢 哪怕你下锋芒 下中了 你说这五个人谁怕你下锋芒呀 都不怕 防了一下地厅 女儿村呢 有三飘 我大不了点着你三飘 也能飘中其他人 还是呢 抽蓝啊 你给我下锋芒 我大不了就抽你的蓝呗 大家看到 不管头龙转碰啊 对面天机城也顶着蓝灯 观众方的头龙转碰 也都是冲着天机城去的 我大不了抽你天机城的蓝 是一样的 照样你很难受 普多山呢 挂紧箍咒 有那个普渡啊 我就给你挂 我也能串联到其他人 对吧 触发个双紧箍咒啊 那其他人头上也得顶着 金箍咒啊 化身四呢 更不用说了 因为化身四就没有向对面 使用的指向性技能 不管是金刚防御圈 还是活血啊 都是对着自己队友使用的 所以对着自己队友使用的技能 锋芒毕露是没有任何作用 锋芒毕露只能是吸引 那些对着对手使用的指向性技能 化身四都是对着自己使用的 他只能吸引对着对手使用的 可能就武装官这边受影响吧 大不了武装官 放个什么清风望月 补个灯 也不影响 其实都没影响 能克制天几层最好的方式 他就是五宝灵吗 用魔法打败魔法 把对面盘斯再次压死 孩子还是个鬼魂的 再抽篮 对吧 你看这给观众方 盘斯这边下了锋芒 我盘斯大不了 就顶着盯着你抽了没 就盯着你抽篮就可以 再下锋芒 这回给了女儿和武装官 紧箍咒也接着套起来 打一打颠倒五行 起到一些抗风的效果 虽然颠倒五行现在不如以前了 但是 怎么说呢 聊甚于无吧 两千六一千七 对面也急需武装官 把灯及时的去起来 继续上地厅 占地加上静聊再给 还是针对对面的盘斯 观众方武装官先把灯起来 对面武装官也得想办法 把灯起来 对 没有这个灯 你不太好抵挡 这个警户中 空地厅 好像封中了 封进来了 速捷精神 再爆一下 化身色 再来个零元推 投资不小 但是没能出手 破掉杜姐 这地厅还在 地厅还在 这就比较麻烦了 这地厅观众方 还要不要继续投资 踩了个塔 估计也没什么可投资的 毕竟已经21回合 每个人也就得到了 两点的战役 两点的战敌 什么战役 两点的战敌 这边女儿倒是还有一点 但是你不能都用了呀 进一下要两个酒 一个五龙丹 还是把观众方的地厅 给你带走了 还行 继续下锋芒 对那方 现在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了 上天级城的话 他主要是来针对 这么一个国标的嘛 主要是来针对国标 别的阵容的话 你不管四宝一啊什么的 好像还真不太怕啊 主要是他一般啊 就目前主流的玩法 在天级城他们也玩了两个多月了 目前主要的天级城玩法的话 他就是一个五宝林 然后呢 替代的女儿村 他要去替代女儿村 大家都替代女儿村 那肯定指挥们啊 因为很多服务器都这么玩 也就是说这些指挥 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就替代女儿村 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毕竟指挥们天天打PK 他们对于PK的理解 比咱们要深很多的 人家靠这个吃饭的 咱们顶多算是爱好 人家这是饭碗 所以说人家考虑的问题 会比咱们 咱们可以说是更加全面吧 姐妹同心 咬个铃铛 但现在的问题 就是那个一二 就是关键方速度太快了 一二三锁 导致了对面 很多的操作 他其实是实行不出来的 你人都动不了啊 你人都动不了 你说你怎么打 你再有思路 再有想法 人动不了啊 怎么一二三锁都丢了 你说你不上女儿村吧 你丢个一锁 咱能理解啊 你这丢的也太多了啊 就对面 没敢编大花卡 没敢编大花卡 他就是来 剥你的那个啥来的 啊 剥你的国标来的 再换个地厅 解开封印 金刚怒木 杜杰金身 再保一下 杜杰可能保的是 我看一下杜杰 他保的 不可能是天击城吧 保的是盘司马 下滑到了天击城身上 我就说嘛 天击城应该是 不可能保的 金青梅放出来 战敌加上 这样另起 换进术 防一下地厅 这就怕整出来攻地厅 哎 神教火炮差点伤害 还得补个 砸个钱啥的 才够啊 砸了个钱 先把地厅砸掉 五宝林打到 一定程度 他肯定是一个 拼地厅的过程嘛 哎 反弹到了 一个练习生 又把关销方 这地厅给烦死了 也可以说 这幻境术 也算是还不错啊 吧 韩斯继续倒地 关销方 再来控愤怒 笑的藏刀 双效力啊 天地打给了 化身寺 天地应该 打给的是 磐斯吧 他还真是 化身寺 不让我关销方 控制化身寺 但是 这个 他就是打给化身寺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他的操作 但这个样子 怎么说呀 这 神将火炮 哎 把俩地厅都砸掉 注射精神 应该也是 也是下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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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禁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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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孩子一清 在杀你化身寺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节奏啊 在在上地厅 没了孩子中化身寺就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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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照万象 宫地厅杀你化身寺 你上天地他可临时要杀你的 这不用想的 因为那可是化身寺呀 继续笑里恐愤怒 这把禁疗应该给的是 对面的宙师不多 谈起默默在乎 一个地厅上来没工作 这个断线木 还是个工地厅 诶 好像杀不掉这个宝宝 再放一放 对面还要不要给化身寺上天地了呀 你如果不上天地的话 关照方肯定是要控制你的化身寺的 女儿一把侵蚀 似于神香先控武装 上气丢武装 接着套他的化身寺 瑞月乾坤 你不上天地他肯定是要套你化身寺的 我看一下对面武装官上没上天地啊 天地图兽给的天地城 这回没给化身寺啊 给的天地城 实在没办法 没速度天地城都保不了队伍啊 你都用不出来 来 OK 再加戰敵 神将火炮又摆给了这个地厅 天津城在防地厅方面 感觉是真不错 就是有点费灵宝 就有点费灵宝 偷龙转动 不然会要不要接着换地厅了 没换了 葡萄山这边呢 上紧箍咒了 当然宝阁这边肯定还是会继续冲的 因为打到这个情况了 再冲冲对面的药品基本就没了 一个五宝灵进攻性这么强 真的是得益于这些宝宝了 见面同心再抽一抽 再换地平衡还是要冲 盘斯这边手里还有五个宝宝 葡萄山还有五个宝宝啊 可能这两个点就成为观察方 下一步冲刺的重要输出点啊 就这两个 你看就这两个了啊 其他人暂时应该不会是愣出宝宝来 因为没多少啊 两个两个一个的啊 就普陀和盘斯啊 这两个点慢慢来 就这两个吗 对 不 能不能把他孩子给他先清了呀 真要另起 鬼魂的孩子也不怕的啊 鬼魂的孩子他也在地上 躺五个回合嘛 躺五个回合对面就很难受了 鬼魂的也得清 中午魂了 关照万象 还是继续杀人 赤则再给一号位 这小沙力表 关照万象 哎呦 这个猎猩要了命了 土豆山没了 武装估计和天津城也没了 武装天津城应该都没了 孩子鬼魂的倒地 呃 化神色好像也没了呀 没了 化神色呢就还活着 那这直接崩了啊 对面是不具备藏条件的 第一是没速度 第二个也没动 姐妹童心再抽一下 靠宝宝 宝贝也不放过 鬼魂的 再招地厅 对面这是 好像也没啥用 但是观察方以求稳妥 还是给他扔个尺子吧 小脸藏藏 再给化身死 尽了 好像观察方不想管这个地厅 还是给了个烟雨的 把地厅清掉 又淘宝宝 那结束 活发无边 化脸 化身死被封杀 带着紧箍咒 带着封印倒地 宝宝也被打飞 生快乐标志性的蓝色龙龟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 关注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结束 最终呢 你这五宝林 他不如传统的五宝林 但是天机神那个五宝林呢 打国标又比较的好打 咱有一说 也就是不上天机神的五宝林 好像打国标 他也不难呢 对吧 其实也不难 剩下最后一个孩子 带着地厅 拜拜